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文人正事 我是主持人蔡时平 人生的际遇我们都说很难预测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自己要有心去努力去改变 那意思就是说人生当然我们没有知道 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心要去追求一个目标 没有心要去改变自己的话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位旅居在加拿大的艺术家 严荣忠先生就有这样子一个故事 他先天就行动不良 患有小孩麻痹 然后在很小的时候 国中毕业就因为家境的关系就放弃了读书 他去学了开锁 那开锁这件事情当然可以让他成家立业 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锁将 但是他成为一个被号称为开锁之父之后 他也展现出他非常多面的才华 比方说他的刻印刻得非常棒 再比方说他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 他开始学画 作画 然后让他的绘画的成绩一鸣惊人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有非常亮眼的成绩 最能够说明他的成绩是因为他拿到了加拿大艺术家联盟 也就是当代大师级的SFCA的一个席位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联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肯定呢 我们待会访问他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听他慢慢的威威道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动人的人生的故事 待会就要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的短片 一下车就看到有这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常常说是快闪画展很特别 那个图看起来是非常精致 那个是专业的 这场快闪行动画展的作者是他 加拿大台艺画家严荣宗 一岁被诊断小儿麻痹症 年少时学过三个月油画 曾是身怀绝技的所将 严荣宗移民多年后 迅速在艺术界展露头角 获得加拿大艺术家联盟高等签名会员SFCA 等同于当代大师级身份的肯定 也很高兴地 在一年内入选八次全国眉展 就可以申请成为高等会员 就是SFCA他就是等于当代大师级的画家最高荣誉 可能是因为他们看我绘画的时间这么短 想鼓励我吧 严荣宗深爱老婆 他花了五年在温哥华盖了一栋美丽庄园 取名为苏丹百露 当他多年后重拾画笔的第一张画 也叫苏丹湾的夕阳 我第一次参加展览的时候 这幅画很多人都问我说 苏丹湾在哪里那么漂亮 那我就说那是我的想象画 其实他是喜欢的是第二幅 这幅画他就是在一个海湾里面很宁静 我就觉得我自己 好像一艘船在他的避风港里面这样子 他一辈子都让我有这种感觉 苏丹是严荣宗创作的动力 或许也因此他的画作中 永远像被天光照耀者 何许 宁静 充满灵动 我的画很多 我都是为苏丹画的 那应该是这样子 使我的感情涌在里面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 我很侥幸地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计划 叫做追光 一样是一幅画里面 它在立体3D的感觉上 会比一般的好很多 追光 说来抽象 却是严荣宗苦心追求的 一幅青葡萄与小番茄 让他无意间发现这个效果 我参加一个连展 那连展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画廊的话 有一些地方光线比较好 有一些比较不好 那我的画刚好就摆在不好的地方 那我一看 奇怪 我的画平常 会令我感动的颜色 怎么失色不少 我想了一整个晚 都没有睡觉 那时候那一幅追光画 它就放在墙角 不小的时候有一点点光 我刚好转过来看到那一幅 所有其他的画 就是暗暗的 就是平平的 只有那一幅画 三滴立体 还是一样的很清楚 那我真的 那时候我流泪了 苦寻光影和色彩之间的关系 在吉星高照这幅画 严荣宗又有新发现 我是写实派的 我明明觉得这些颜色就都在那边 那为什么 就在一般的画里面都没有看到 那在那幅画我就发现了 每一个颜色 你的暖色旁边 它一定会跟着暖色 每个的冷暖度都是不一样的 只要把这个做好 你的物体的质感会很好 鲜嫩玉地的水果 宁静的海滩 严荣宗笔下的主题 总像要溢出画框外 活灵活现 上天为严荣宗安排一段 奇特的绘画之旅 即便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 他依旧紧握战斗的手 在挥洒梦想同时 努力点亮自己的人生 很棒吧 这段短短的短片里面 包括访谈 包括快闪的一个画展 都会让各位看到了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 这一位艺术家 严荣宗先生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人 真的非常独特 艺术家严荣宗先生 严老师你好 视频您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 因为有些人 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加拿大 但是还是每年都回来 对 我每年都回来 因为家人还在台湾 对 那每年回来 每年这样子走动 感触应该很深吧 台湾在变 其实你自己本身人生 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真的 你出去 我看了一下资料 严格讲起来 你移民出去大概是哪一年 1993年 93年出去的 真的是变化还蛮大的 就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近郊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苏丹白鹿 各位不要念成丰丹白鹿 苏丹白鹿呢 就是一手打造的 对 原来那边是一个空旷的 一片草原 然后自己这样打造出一个房子 但那个房子跟他的感情生活 跟他的夫妻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待会都会慢慢聊 但是要回到故事的最源头 你竟然跟我同乡 你竟然跟我同乡 桃圆人 这样子吗 对啊 我桃圆扬美 我是在桃圆市 桃圆市嘛 那而且我们这样看起来 我们其实年龄成长的背景 都算是接近的 你一出生就小儿妈币吗 是 应该是差不多一岁左右 一岁多 OK 因为事实上 小儿妈币 大概那个年岁来推敲的话 大概到了我们那个年岁之后 那一两年 大概就差不多没有了 对 越来越少 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因为就开始打了那个疫苗 疫苗注射 所以我刚才说 大概算起来的话 这个阎老师年纪 跟我成长的背景 其实算是很接近的 那再加上阎老师 因为加进环境的因素 所以国中毕业就没在多了 对 那国中毕业没在多了 在读的时候 等于是被迫就要提前出来工作 对 现在回想 那时候的心情 还能够想象吗 当然是这样 我 尤其看了同学 对 继续升学 你不能 你没办法去念书了 我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跟我以前的同学联络过 因为我很怕他们问我说 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去考试 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升学 我也很怕我自己忍不住我的眼泪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读书 或者他们很可能碰到你以后知道 看到你现在的成就一定会问你说 那你后来到哪一个大学的美术系 或者是哪一个美国的一个什么美术研究所念书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但是正因为人生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访问严老师 我刚才为什么特别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人生故事 那我刚才在我们今天正式录影之前 我也跟严老师说 今天这故事不只是他自己的故事 其实也可以给台湾很多朋友一些鼓励 知道人生终究有一些不是那么顺的 但重要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愿不愿意去努力 愿不愿意去改变 这个才最重要 我想我们今天访谈你一定还有这一块意义 但是我们就慢慢来 刚才我跟各位说过的 在没有成为艺术家之前 如果你讲到你上网去查 严荣忠老师的话 柯硬很厉害 开锁那更是厉害 这都跟他国中毕业没有在读书去学 其实你知道吗 为什么说今天访问你我特别有感觉 因为你让我想到我在童年成长的过程中 我看到我一些朋友 那小二麻痹真的就是我们那个 四年级生 大概到了我们那个年级以后的 差不多就后面几年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小二麻痹患者的朋友 他们如果没有继续读书的话 学最多的是什么 修钟表 对不对 学钟表 因为我一个朋友后来他开了一家 非常大的钟表公司 他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从小修的非常厉害 后来就变成一个连锁店的老板 那另外一块就是学开锁 学锁匠 这也是一种 还有科硬 因为他的工作是做静态的 他可以坐在那里 对 那可是问题是 你当时开始学这个科硬 学开锁的时候 这个需要拜师吗 其实科硬配锁 尤其是配锁 那是我们是我妈妈那边 祖传好几代的 从清朝就开始 本来就在做这个 对对对 那科硬我是跟我爸学的 但是说学怎么讲 我大部分都是自己专业 因为你知道我国中毕业 第十天以后 我就开始出去自己去 去开一个锁摊 跟那个科硬这样子 我就是靠自己摸索这样子 慢慢就是摸索出自己的路 开学科硬这一块 跟你后来成为艺术家 有没有一点点某种关联 肯定的 肯定有 因为各位不要小看科硬 科硬首先你要熟悉各种字体 熟悉书法 其实很多东西就相关东西 就慢慢出来了 但是开锁这一块 就很奥妙了 多奥妙呢 待会儿回来 好 成为一个艺术家的 严荣中先生 严老师呢 我想回头看自己的人生 一定是充满了很多的 复杂的心情吧 但是他一定也充满了 很多感谢了 因为他的人生当中 你看到他一路这样走来 一定也碰到了不少的 好朋友 亲人 包括他的太太 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撑 他才能够一路这样子跨过来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 他自己愿意不断地突破 我刚才已经跟各位说过了 科硬跟开锁 都让他的人生 基本上 大概生活不成问题了 而且甚至还可能相当不错的 有一定的财富 累积 大概都OK 可是如果这样子继续当下去 大概也就是那样了 就不会是我们今天访问你的时候 提到一个艺术家的部分 但是我慢慢聊 开锁这一块 我看了一下 一些网路上的资料 查你的个人的背景 开锁这一块 有很传奇的部分 几乎是什么 天下无锁 你不能开是不是 真的吗 这是不敢当 不过我们 美国的GM汽车公司 通用汽车公司的五大车系 比如说凯迪拉克 那些车子 他有一个叫做侧面挡板锁 那是1960年代 他就用 一直用 用了几十年 就是来逢到的吗 对 一般的锁将 都是没有办法打开 那我就是第一个破解他这个锁这样子 我请教你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那么发达对不对 你怎么去破解他 其实我在做任何事情的话 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先研究他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 我们说研究一个东西 通常是说把它拆解开对不对 那锁可以拆解开看他吗 也是可以 所以也是要这样拆解他 去了解他的结构 对 先去了解他才可以想破解 听说你也很会配锁 对不对 因为你很会拆锁 所以你也很会配锁 那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中文里面有一个成语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你可以配一支锁 你自己都拆不开的吗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以传统的方式的话 都应该都没有问题 任何锁都是可以破解的 但是当然现在的话 有一些比如说有高科技的 有质温这些就不是你传统的方式 可以解决的这样子 好 开锁的那一段生涯 让你创下了被称为台湾的这个 非常非常顶尖的开锁的这个教父 那在那个阶段还没有碰到艺术 还没接触艺术吗 其实我十九岁的时候有去 因为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画画曾经得到全班队最差的钉 那时候被老师骂说是鬼画虎 所以我十九岁的时候 那表示你开玩笑来讲 你在那个时候是看不出 有任何艺术天分的 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 我都常常讲 我如果可以成为艺术家 没有人不可以 但是你刚才讲十九岁怎样 那时候因为我刻印章 那时候从十五岁开始刻到那时候 技巧算蛮纯熟的 但是我不能满意说 只光在刻一般的印章 名字三个字这样子 我觉得我想要再突破一些东西 在钻科上 对 所以我就想 那书画本是一体的 我如果会画画 那对我的书法 对我的钻科一定有帮助 那时候台北先政府 当时台北先政府 就是有举办一个油画训练班 专门在教残障的朋友这样子 那我就去那边学习这样子 学多久呢 学了三个 因为是四个月 但是我刚好学了一百天 因为我慢二十天去报名 所以也就是说你仅有的 跟艺术有关的 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课程 就那一百天 对对对 从此以后就是自己摸索了 对 我就把它应用在我刻印里面 那你移民出去之前 还没有正式的画画吗 当然我曾经画过几壶 因为你有学过的 有的时候 但是没有把它当成真正的 那种兴趣跟职业 好 所以一切的艺术家故事 你要从移民到加拿大 开始说起 应该是 但是你一到加拿大就开始画吗 没有没有 也没有吗 因为我在台湾退下来 那时候就真的是太累 每天晚上都累到在浴缸睡着了 都我太太帮我洗澡穿衣服 就是这样 OK 生意太好 对 每天都这样 所以也因为这样觉得说 你赚钱 但是把身体弄坏了也没用 所以才退下来 那我到加拿大以后就可以 等于是说为我的兴趣创作 所以才会有类似一些雕刻 但是一到加拿大就开始为自己的房子 苏丹白鹿创作吗 还是又等了一段时间 我先去读书 你先读书 对 读书这段也很传奇 听说你一过去 也没有直接 也没有跳 先没有到语言学 就直接跳读人家的高中 是不是 对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我就蛮喜欢英文的 那像我去办理移民的时候 原来跟移民官面谈的时候 我还请了一个英文的欢译 结果跟移民官在谈 他就说你这样不用了 就把欢译的人员前走了 就意思说你OK的 你是可以 你自己处理都没有问题了 对对对 当然有一点临时抱负 我先写一写再去 好 所以在加拿大读了一段时间 书以后 对 两年半的 OK 那个房子是什么 我看资料是说你送给你太太的 所以说要亲自自己 从设计开始 对对 哇 那你其实很有 你很有艺术设计的天分 对不对 反正就是照自己的意思 那房子打造了多久 五年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 画了八十几张建筑图 然后整个的构想呢 就完全照自己的想法 完全 而且我们一般的人 你一定是有了一个房子去买家具 对 我是去看家具 我喜欢这个家具 回去又改我的建筑图 因为有的时候 难怪你说你改了那么久 对就是为了一些喜好 就一直调整它就对了 我不希望日后房子盖好了 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家具 害我变成不满意 为什么用这个房子来表达 对你太太的感谢跟爱意呢 其实他一辈子对我做的事情 我是没有办法用笔墨形容的 我打给他 你们几岁认识 他十六岁 我那时候十九岁 哇 好小耶 然后谈恋爱谈得多久结婚 几个月他就嫁我了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才不到二十岁 差不多 差不多那他根本就未成年了 十七岁 对不对 好但是各位不用紧张 因为明法上是你只要结了婚 就算你成年了 所以当初 哇这真的是很年轻的青梅竹马的年纪 对 所以难怪你那么感谢他了 因为对他来说 当时他跟着你 你的人生 我们先讲吧 至少在外表上来讲 你是属于一个小麻痹 对不对 而且国中毕业 然后只是一个学科应跟开索的 对 环境也很差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一般世俗的标准来看的话 他大有 太多理由可以不选你 可是我也必须说 他一定是很厉害的 看到了某一些你的特质 使得他愿意这样过来 嫁给你 对不对 对 而且他那时候还是搬花 我们画画的时候 他还是搬花 你们是画画的时候认识的 对 好继续讲 那他选你当然值得感动 但是在人生漫长的过程里头 你用一个房子来感谢他 你希望传达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就是我觉得他人生 对我的一点一滴 都是用默默的用他的爱在表现 那我在盖房子的过程 也是好像一砖一瓦 一个钉子一个钉子 这样把他整个房子盖起来 这样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表达 我对他的谢意这样子 好 苏丹白鹿这个房子呢 不只是一个非常棒的自己的家 献给自己的太太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也开启了严老师呢 他的整个艺术创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幅画呢 苏丹湾的夕阳 它其实就在你家附近吧 它是在我的脑子里面 这是想象化 想象出来的 但是OK 但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跟自己安定在这里 然后生命追求一种某种 安详的美好的境界 有关系了 那一定的 OK 好 苏丹湾这幅画是很重要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用这幅画 是这样子 因为我我当时就是去参加我们当地有一个艺术家 他们每年有的时候都会把他的画师开放给一般人去参观 我就去了 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谈到我十九岁学过 他就说那你应该要继续画画很棒 所以我就想好吧 那就加入他的画画的协会 就画了苏丹湾的夕阳 那那时候也很侥幸就是在有年度的画展 刚好就在那个时候 那九十几位画家就票选 那我得到七十几票 就是被选为画展的主秀这样子 所以海报邀请函 报纸都用我这幅画 这样子一下子也不但打响你自己 作为一个画家 艺术家的一个名号 对你应该也是一个人生 又一个很大的鼓励 对非常大的鼓励 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自己可以走下去了 对对本来是希望说就赶快 从事画画这样子 那当刚好那时候 我爸爸在台湾就是他得了癌症末期 我爸爸的骨灰我都随时戴在身上 所以就不得不又中断 就回到台湾陪了他一两年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等爸爸过世以后 我再回到加拿大 那时候才正式的画画 就是2010年年底 2011年年初的时候 待会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 你的艺术创作的绘画这一块 但是我再先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看起来你对于整个的风景化 大自然有特别的着力 这些自然的风景化 不一定都是真正的来自于写生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 苏丹湾的夕阳就是在你想象中的 可是显然你在脑海中 在你的内在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 自然世界是不是 当然 这是构成你创作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 所以我感谢苏丹就是 他让我就是好像身处一个 就是很和谐很安详的世界 在他的旁边我自然而然的 就会有这种想法 好 待会回来 我们就来一探言荣中老师 他的一个非常内在祥和的绘画的世界 好 接下来访问 我们就会用一些画作 还有非常棒的一个雕塑的作品 给各位来看一下 言荣中老师 他的一个创作上 非常有成就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绘画 我们在刚才的影片上 在短片在介绍你的时候 都有提到 其实你作画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严格说起来 也没有受过专门的 所谓的学院派的各种专业的训练 完全没有 对 可是在一起步之后 就让大家蛮惊艳的 通常我觉得这样的画家 我的观察都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第一个 他因为 正因为他没有师承 所以他其实是比较自由的 他创作上是比较自由的 他不会受到很多专业理论上 这个限制那个限制 完全没有 他没有 第二个呢 他通常都有天分 就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某些天分 比如他对某一些的特殊的掌握 他凸显出他自己的特殊的才华 那第三个单你必须承认 就是说他还是有他技巧上的一些 很棒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请教你 通常你的画会让大家注意到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相较于那么多的专业画家 比较起来 为什么他们会注意到你 其实我在画画的时候 我在画一幅画 我观察的时间是比真正画更长 再早期了 因为我现在画变成很慢 但是早期的话 我花很多时间在观察 观察他的颜色的变化 光影的变化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样子的话 你才可以把他的整个的光影 跟他的颜色的微妙变化 好好的展现出来 在技巧上呢 技巧上的话 因为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通常我们知道了某一些观察了 可是你还要有一种技巧去达到这个 也就是说你的记忆要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否则大家就会觉得说眼高手低 对对 就是你看得很高 可是出手达不到 通常你怎么让技术上面 能够追到你要达到那个观察 很好 其实这是这样 我一开始画画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就是有厚小麻痺 真后情 我手会抖 我觉得在画 就是怎么好像没有办法很得心 应手的把我要的画放在我要的地方 那我那时候就想 那当然可能是一开始画手不稳嘛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就转成画镜物 而且是都是小品的镜物 因为这样就强迫的 让我自己去训练很精准的把颜色 用到精准需要的地方 那我们回到你的创作 我们现场现在各位看到了 我们选了一幅画 就说你对光影的这个部分特别讲究 而且刚刚在短片的时候 你也我也注意听到那一段 就你有注意到 当在某些光影之下的时候 其他的画相对来说都黯然失色 可是相对的 你的画反而在那个光影中 微光中跳出来 那你有说这是一个追光 可以再说明一下吗 其实追光画法这一幅原来它叫做青葡萄椅小番茄 那跟我平常的画风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画不好 我不满意 所以一次一次一层一层的一直慢慢在堆叠上去 那画到六七次以后我满意了 那它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但是就刚好在也是同一年 我参加一个加拿大那边当地的一个连展 那我的画就在摆在比较暗的地方 那我发现奇怪 我的画平常它的颜色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因为暗了就变了 那我们一般的人想法可能就是 那我下次把画挂在亮一点的地方 或者灯弄亮一点 不过我的个性是 我不希望我的画因为展场的光线的好坏 来影响到它的品质 我不希望我的画的命运 是掌握在一个展场上面 那我回来我就一直想 一定有办法在光线不好的时候 怎么样刻乎 让它的颜色也一样可以 颜色跟它的立体一样的可以呈现出来 那我那一天晚上我都没睡 一直想 对 那刚好那时候这幅画 其实他画好了 就准备要送机参加 这是2015年的世界血石大赛 我那时候入选了 那就放在墙角等着要寄出去 那就我就 天快要亮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幅画 他怎么跟别的幅画都不一样 虽然在暗的地方 他还是有他的光芒好像是闪烁出来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很激动 我我就知道我找到破解了 好 那你可以更明确的告诉我们 那是怎么样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技巧 让他可以所谓的追光呢 在我创作这幅画的过程 因为就是一开始画不好 所以我就一次一次的把颜色的堆叠 也因为这样使他的中间的所有的层次跟明暗 跟他的中间是很完整的表达出来 他有层次感 对 所以我发现了只要一幅画 你只要这些中间的层次感 你有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都展现出来 他在这幅画 他完成以后 他的立体感会特别好 他自然会呈现一种 好像是他会射出光线的感觉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发现了这种多余不同层次 堆叠各种不同层次的立体感进去之后 你就不再怕那个展出了展场的灯光的限制 你不受他的灯光限制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当然油画都需要光线 没错 没错 但是同样的在一个地方 用追光法画的 就算他再按 他的3D的层次还是会很好 那当你有这样领悟的时候 一定有不少人会想要来了解 我就分享给一本书 听说后来 关于锁的这部分出了好几本 三本 三本书 不过话说回来 你之所以愿意公开不怕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自己知道 反正你自己要不断地往上走 当我把这个独门技巧都交给你之后 你学会这个 但我已经走了上面这个阶段了 所以这就很像 很多魔术师也不怕你知道我的秘诀一样 因为你知道了 你不一定能玩到这么好 对不对 其实如果说有人在后面追你 你才有自己更往上爬的动力 如果说大家都差你很多 那你就不会想继续再转研 那你现在在你的创作里头 因为刚才你有特别强调说 基本上你比较走小品 所以你的话都不会太大 有现在因为我手越来越不灵巧 有开始在思考 我现在目前在做的一幅画就比较大 我懂了 对 因为这的确就是我刚刚说的 它有两种走法 很多的画家会因为他身体状况 或视力的关系 他开始会走得比较 比较不那么精准的写实 对不对 他会走得比较写意一点 或者是比较挥洒一点的方向 那你将来的画风呢 还是会保持对于自然的静谧的这种 有一点点接近一种内在理想化的 这种境界的探讨吗 对 其实我喜欢表现光影 所以说这个都在出出在我的画里面 我都就算我在变 就是不一样的风格 但是这一点我是不会变的 好 我们刚才跟各位说过 我们待会在下一段还会再挑一幅画 但是呢 终于在这一段 我给各位看一个 也许就是他当年的传课 留下来的这种非常精密的 这种技巧吧 你帮我们带来了一个作品 对不对 对 这作品呢 如果我暂时给你这样看的话 你实在是会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因为他实在是太精细了 但是我要请袁老师自己拿 因为我不敢替他拿 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雕刻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爱玩 就是有一次到故宫去看到故宫 有一些象牙的雕刻 那时候象牙还不是管制品 就自己就想看一看 我觉得我也能磕 所以我就说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说象牙的真品挑战 磕了一条象牙的链条 这样子 那给我们看看 到底有多么的精细的技巧 因为它太小太细了 所以我们请袁老师自己拿起来 其实我现在的手也会抖 没问题来慢慢来 这一条的链条 它是用一片薄薄的象牙 先刻成一个像橡皮筋这样子 圆圈圈这样子 然后再一幕一幕 总共108幕 缓缓相扣 就是缓缓一缓一缓的 刻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说它是 是软的 每一幕都是活的 所以它会动的 不是一体这样 没错没错 它你当时刻了多久 这个没办法估算 因为就是在那一段时间 有空就刻 对对对 但有没有失败 没有 你就一次一次把它完成了 对对对 但是很可惜 因为当时被 其实这条链条 原先还有一个坠子 被我的徒弟不小心弄断了 也没有办法 再互联了 不然它原来是一条 是一个完整的 它有一个队子 像个链条 现在变成一条像带状的 对对对对 就跟故宫是一样的 但是这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当时刻的时候 要不要放大镜 都要 局部的地方 我相信你在局部 在刻的时候 一定像我们 我手上现在拿这个 一定要有一个放大镜 来帮忙它 对对对对 要有一个放大镜来帮忙 我们现在要观赏它的话 说实在大概都要像我手上 拿这个放大镜来看对不对 不然会看不清楚 不然你看不清楚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再太小太细了 也需要它才可以真正好好的去欣赏 现在你大概也没办法这样刻了 现在手都会抖了 然后视力也可能没办法 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 这大概多久 多少年前了 这样算一算 这个就是在我刚移民的那一段 没有 读书读完那一段时间 哇塞 那叫他你晓得 有些 我们有时候说 有些艺术家会对自己年轻的某些作品 会有一些感慨 我想这个作品就最明显了 因为它等于是在你状态 其实都非常好的时候 很幸运那时候有做这件事情 也做这一件吗 我还有一个印章它是就是只有一公分 然后我刻了李桑莹的无提斯 用钻字刻了五十六个字 而且它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豪莽 豪雕是不一样 豪雕它并没有刻深 它就是它是比较小跟更小 但是豪雕它是有浅浅的一些刀纹 那这个那一个是一个印章 它是刻了深度有差不多一米里这么深的 而且真的是可以用的 所以它是可以用的 是最小的印章 这就是杨老师年轻的时候的两件作品 对 像这个卡片 这些也是我那时候的作品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继续看杨老师的画作 通常你在画画的时候 做画的时候 你会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吗 这个倒不需要 不过如果背景有一个音乐 我还蛮喜欢的 你通常听什么音乐在创作的时候 我音乐都是书端挑的 他要放什么我就听什么 所以太太挑什么你就听什么 对 她大概也知道我喜欢什么 那在创作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通常 我觉得我每一幅画 所以我的画我都是送给我太太的 我还没画我就决定 我要送她什么样的画 所以我觉得是对她的一个感恩跟爱 我觉得把它用在画里面这样子 所以换来说 在画里面自然就流露出那种 祥和的 感谢的 温暖的 对 情感 情感的这部分 好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幅 也是袁老师亲自挑选带来我们现场的 这幅画呢 这幅画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 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画面 对 这一幅画叫做青蛙王子 那其实我常常跟苏丹开玩笑 我说我跟他就好像是癩蛤蟆吃到天鹅肉 所以我常常都这样调改自己 有一次回到台湾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雕像 我觉得那我就很想要画他 好像一个自己的心境这样子 所以我就画了这幅画 这幅画跟我一般平常在用的画风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一般的话就是比较属于比较精致的写实 那这一幅画就是我在笔触方面有比较洒脱放开一点点这样子 我喜欢你这幅画刚才讲这个故事 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 你太太 您的夫人 其实她也可以说 她亲了你这只 亲吻了你这只青蛙之后 你就变成王子了 对不对 青蛙王子这个隐喻 其实也是说明的也不过就是这样 就是说另外一半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他接纳你 你的世界就整个不一样 换句话说你的奋斗 你在自我的提升 也有了一个目标 人生变彩色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感人的 通常像你这样子一路这样走来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过程的辛苦 你很清楚 你太太一定也非常的辛苦 你自己除了感谢你太太之外 你在生命中也碰过一些贵人在帮你吗 对对对很多 像我盖房子盖苏丹白鹿的时候 那有一位朋友 他他是含金汤匙长大 他爸爸就是我们新庄有一个荣户礼 有一个荣户国小的监政人 那个整个礼是用他爸爸的名字下去命运 那就是那个真是一个大地主 他是不用做任何工作 他听到我要盖房子的时候 他就自告奋勇 他说我帮你 我然后他那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癌症末期了 我们都不知道他就陪我一天敲敲打打 挖土惨泥的就陪我再这样子做 那结果他是癌症末期 但是他从来没有喊泪 他看起来 我看他常常有的时候蛮累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喊泪 这样子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 我一生我的周遭也都 随时都有像这样的贵人非常的多 像你这样子 因为从小就小儿麻痹 其实你一定也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对于一些弱势者 生脏者的朋友有太多太多的 因为有时候我常在想 在过去了 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说过 我跟严老师我们几乎是同一辈了 所以我也亲眼看过我的一些朋友 但是每个人的际遇不太一样 也有一些朋友我刚刚说过 他真的就是国中毕业业 高子毕业业 他就去做钟表 钟表的修课 结果还开了店 当了公司的老板 但是也有一些 就真的就是在乡下 一辈子可能就困坐在 他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帮人家修钟表 帮人家刻印 帮人家开配索 但也有一些同学 他后来念了博士 到大学教书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 但是重点就在于说 我们这个社会 能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条件 那现在因为网络的年代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 身障的朋友 机会多很多 因为他透过网络 他不用像以前那样子 那么辛苦了 非要去学一个什么样子的 可能他可以继续学 学网络 学电脑 在上面有一个很大突破 所以我相信你 一定对于这个 机会这件事情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这件事情 你感触会比别人更深 是的 这部分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来 温馨的喊喊话吗 对 其实首先我也希望 跟我一样是身心有障碍的 生命斗士们 大家共勉 其实我们的起跑点 虽然是比人家差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 其实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虽然比较困难一点 那同时我也希望像社会大众互业 尤其是一些企业家老板们 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生命斗士们 我们是等于 毫无选择接受老天的 这样的安排 不公平的安排 但是我们比常人更加努力 更加勇敢的在面对 像最近我有一个 接近到一个团体 叫做手爱心基金会的 就是帮助就是 看不见的朋友们 找工作机会 就盲包 对 盲包 那像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 像有点类似像G20 30这样 他们就是黑暗的 就体会那个看不到 对 让人家体会黑暗这样子 那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不简单 非常的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到晚 像你们一般平常人在讲的 齐齐不平 或者坎坷不平的路 那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的路 没错 那我所以说 我们非常的珍惜 每个工作的机会 也会把它尽力的做好 有很多很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我们不希望说 不需要说社会大众一定要给我们鱼 而是希望给我们一个钓竿一个机会 让我们有自己靠自己花光花热的机会 其实你这段讲得很好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也有 我想跟很多先进国家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的身脏工作就业的一些保障 甚至对一些企业有一些要求 可是你晓得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比率都没有达到 我想你今天这个谈话 应该给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企业界的朋友 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说 这个百分之几的保障 好像会影响到你的身材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刚刚说的很好 对很多身脏朋友来讲的话 他会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会更加认真 他认真的程度跟投入的程度 很可能会超过一般的正常的健康的一些朋友 一定 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 你从某个角度来看 说不定你得到的还比一般的人的上班族 那一块得到更多 所以我想这是对企业主 对老板们一个很好的喊话 展望未来呢 你自己对于创作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想法 其实我还有一个心愿 我在十九岁学画画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当时的坚果先生 他有来法师参观我们的话 那时候他也在所有学业里面 他最喜欢我的话 有跟我握手 然后也只有跟我讲话这样 他问我说 那你以后学一学有什么打算 我那时候就是也不晓得怎样 我就跟他回答说 我也希望像老师一样 来教残障朋友会画 我那时候就这样讲 其实三个多页学的东西能有什么作为 但是我就自然而然 可能是受了老师的感召 我就这样这样的讲 那我也很希望说 我可以也就走老师的路 来回馈 来把我所学所钻研的 也交给残障的朋友 跟一些比较有天分的孩子 我会每年义务的回台湾 希望可以这样子来教 我想你如果有心的话 这样子一个动作配合着 因为袁老师也准备出一本书 对 这本书将来会探讨什么呢 探讨自己的人生 是的 那着重也就是说 我在人生遇到困难 我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 这样子 希望可以跟更多朋友分享 也勉励一些年轻朋友们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放弃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 艺术家言荣中老师 带来给我们非常精彩的一些回顾 我想这个精彩的回顾 不只是他的创作的回顾 而是人生在奋斗的过程里面 那种所谓的精彩 那真的是不容易 从一个伸脏 然后再从一个开索刻印 再走到一个绘画的创作 我想今天有了一个artist 艺术家的称号 言荣中老师毫无疑问 让大家看到了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肯改变 只要你肯坚持 你一定有机会的 就像他说的 他都可以做到 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当然这句话里面 还是有一个部分是 他太客气了 因为有些艺术的天分 真的不见得是我们能做得到的 但是再次的感谢严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